12月17日下午,在以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2023环球时报年会中,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发展,下一个五年的新机遇在哪儿,这一题展开精彩讨论。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表示,中国发展的下一个五年新机遇在新思维。 曹和平说,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应在3.5%到3.7%之间,如果按照此前的增长模式,到2027年时,中国年经济增速大概在5.5%到6%之间,到时候中国GDP约17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。 曹和平认为,四个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下降,第一是遭遇经济长下行周期,第二是个别国家实行单边主义,让经济加速下行,第三是疫情,第四是俄乌冲突,四个因素叠加在一起,不断冲击全球经济。 作为全球经济一部分,中国自然受到牵连。 曹和平说,全球未来五年的增长机遇可从两方面着手,一是寻求重新建立二战后复兴和重建的四大经济引擎,联合国世贸组织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世界银行,使他们的协调功能升级,二是关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互联网共享经济,鼓励市场经济转向新业态发展。 依靠传统工具箱的东西来调节经济增速,当下已经不适用了,我们要通过转变新思维,发展新技术,才能解决问题。